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发 精致无关 完全就是小姐姐心中理想男友的模样 她是黄真英里单纯深情的金恩浩 是原来是美男案里面 傲娇帅气的乐队主唱黄太金 也是爱情语里敢爱敢恨的徐俊 还是漂亮男人里的孤独马特 她因为收入过高 两度卷入桃水风波 陷被封杀 遭遇症让她差点精神失常 母亲的背叛将她推入深渊 从替付还债到风光无限 再到无人问津 出道二十多年的张根硕到底经历了什么 了解韩国传统的人都知道 在韩国人眼中 孩子必须要乖巧 听话 懂事 但是张根硕从来不是一个乖孩子 甚至还有点坏 打张扬 一起风发 又率真 敢说敢做 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要知道 韩国娱乐圈的潜规则是很猖狂的 从09年震惊韩国国民的张子言事件就不难看出这点 在这里不得不给大家科普一下张子言事件 张子言是个十八线小艺人 最出名的 也不过是在花药男子中扮演恶毒女配的角色 张子言的父亲 16岁时 他父母因为交通事故去世 只留下他和他姐姐相依为命 加上外形不错 被迁到了一家娱乐公司 然而他却被安排到赔税 在2005年到2009年期间 张子言被经纪公司强迫 为大公司 新闻媒体高层 演艺圈人士等 31名男性 先后赔税上百次 有一次 拍着戏的张子言电话几乎被经纪人打爆 而当他接起来 原来是要求他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 前往泰国陪同客人 还有一次 张子言喝醉了 问闺蜜 小姐一般一天能接多少人 朋友说两三个吧 张子言说了一句话 那我混的还不如个小姐 我一天得陪四个 为了陪客人 他被勒利做了结扎手术 还被要求吃下各种不同的兴奋剂 以满足客人的特殊癖好 哪怕是父母的忌日 也要被强迫出席接待的场合 最后他不堪负重 最后选择自杀 在去世两年之后 记者才通过重重的阻拦 将张子言的遗书公之于众 这封遗书长达50页 一字一句都在控诉韩国娱乐圈的暴力潜规则 试想张根硕这样意气风发 又外星较好的美男子 潜规则自然也向他伸出了手 张根硕张扬大胆 在处处是规矩的韩国娱乐圈 不受束缚 韩国媒体讽刺张根硕不务正业 幼稚痴人说梦 假清高 更讨厌张根硕 与生俱来的张扬 接连三年的韩美打压 让张根硕不得不离开韩国 前往世界各地寻求发展 他还患上了躁郁症 连续吃咬七年 而且躁郁症的药 太摧肥了 张根硕身体发福 长胖也有吃药的原因 长胖之后的张根硕 再回到韩国 还会被国民骂 说他发福长胖 说起他的童年经历 其实也是十分艰辛 张根硕1987年 出生于韩国首尔 一个富裕的家庭 父亲经营着小本生意 日子过得富足安逸 然而好景不长 父亲由于转行失败 不仅生意经历了滑铁路 还背负了不少的外债 为了养家还债 张根硕的父亲 开始跑出租 母亲则在食堂帮工 日子过得艰辛贫困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为了缓解家庭压力 年幼的张根硕 不得不开始早早地 踏入了社会 挡起了童心 替付还债 5岁时参加全国选美比赛 成功击败2万多名竞争者 夺得冠军 其中就包括后来的TARA 成员贤恩静 1995年 在全国木槿花漂亮的儿童选拔大赛上 再一次荣获第一名 彼时的他也不过8岁 在别人还在享受童年的时候 为了广告拍摄 89岁的张根硕 经常要背着书包 一个人长途往返于首尔和偏远的家乡 还曾因为拍摄内衣广告 受到同学的嘲笑 但是张根硕想到的 却是自己已经为家里赚够了一年的房租 凭借着清秀叫好的容貌和努力 10岁的张根硕很快接到了 第一个电视剧《幸福也贩卖》的邀约 年少成名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 但这却是张根硕最无奈的时光 小小年纪踏入社会 意味着要收起孩子的任性 为了不被骂 他不敢喊困喊累 在别的孩子都能玩耍的年纪 他却活得像个机器人 或许是为了逃离这样的生活 弥补自己童年的遗憾 张根硕用自己拍摄广告的积蓄 选择出国留学 但是由于经济压力 在新西兰那个小村镇里 张根硕过得甚是艰难 为了省钱 他连柴我都说不得烧 时常过着被子 一边发抖一边学习英语 就在他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他接到了MBC导演的电话 邀请他参演情景剧 于是张根硕二话不说 随着母亲回到了韩国 然而命运再一次对他开了个玩笑 那部剧几乎捧红了 包括影中性 玄冰在内的所有主演 唯独张根硕 依旧是默默无闻 看着出现在颁奖典礼上的同期们 他也一度的失落 烦闷过 但他随即就开始了自我反省 于是他报考了汉阳大学 电影系全新学习专业的表演 事实证明 这是他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 不久之后 他得到了与影后何志愿 一起出演黄真一的聚会 这部戏在开拍的时候 就受到了网友强烈的反对 大多来源于对张根硕 这个矛头小子的演技的质疑 既然不被看好 那我就偏要做好给你们看 凭着这股劲 张根硕用自己的实力 证明了导演的慧眼识珠 虽然相差九岁 但张根硕饰演的公子金浩恩 与黄真一美好又悲伤的爱情 让无数粉丝哭红了眼 2009年 一部原来是美男啊 横空出世 将张根硕送上了亚洲王子的宝座 这部本来是讲述女主朴信慧 女扮男装的电视剧里 张根硕反而凭借着逆天的颜值 火得是一塌糊涂 之后 张根硕陆续出演了 《玛丽外宿中》 《爱情语》 《漂亮男人》等 一系列偶像剧 虽然没有再现原来是美男 《万人追星》的声况 但也算是稳坐顶流的宝座 尤其是在日本 发专辑 开演唱会 演戏 张根硕绝对算是一个 优秀的全能艺人 然而 张根硕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被亲生母亲 在背后捅到 2020年 张根硕的母亲 被韩媒爆料 涉嫌逃税18亿韩元 不仅被判处两年多的 有期徒刑 还被罚款45亿韩元 事发时 张根硕正在服兵役 对此事并不知情 但是 在竞争激烈的韩渔圈 民众对艺人的容忍度 十分的严苛 也正是因为 早在2015年 张根硕就曾被卷入过一次 境外逃水风波 虽然国税厅并没有调查出什么问题 但是 之后张根硕 参与录制的综艺 三十三餐 因为受到抵制 在正式播出时 将张根硕的尽头 擅得干干净净 按照张根硕的说法 在金钱方面 他早与母亲分开处理 并没有资金共享的情况发生 母亲此时涉嫌逃税的事件 也并不知情 对于因此给社会造成的困扰 他本人请求大众的原谅 虽然张根硕诚恳地表达了歉意 但是 一众网友却并无买账 作为一代的寒流明星 同心出道的张根硕 早在七岁 便进入娱乐圈打拼 但或许是 严幼时便出道的原因 张根硕经常受到母亲的管制 即便是成名之后 张根硕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选择更知名的经纪公司 寻求工作机会 而是由母亲担任自己公司的负责人 让母亲全权负责 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工作 也因张根硕和自己母亲 一直以来的亲密关系 让大众对他如今 声明地不清楚母亲的所作所为 持怀疑态度 更何况之前张根硕本人 也曾经经历过一次逃水风波 据称 当时张根硕补交百亿韩元罚款 却依旧名声受损 不得不从所在的综艺节目中下车 因此 网友更加觉得 母亲犯错 身为儿子的张根硕 全部知情的可信度实在是太低 只能说是命途多舛 年少时一起风发 却不愿被世俗所沾染 他保持着一颗本心 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年少时经历了这些 如今34岁的张根硕 也变得成熟了 他慢慢地收起心性 付出回归娱乐圈拍戏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减肥 毕竟在韩国这个看脸看颜值的时代 法福等于犯罪 为了减肥 张根硕每餐只吃几片绿叶 加三小块肉 以前喜欢喝饮料 现在的他只喜欢喝茶 饮食清淡修心养性 除了节食 饮食清淡 张根硕减肥还在健身运动 仰卧起坐 一坐就停不下来 以前发福的大圆脸 现在都变成了小飞脸 那个亚洲王子又回来了 他在NS上晒了两张镜照 减肥成功 再一次把网友们惊呆了 这是他在粉丝见面会上的场景 大家来感受一下 张根硕瘦下来之后的状态 虽然没有了刚出道时的鲜肉气质 但34岁的他 在瘦下来之后 颜值依然在线 比冬奥会的时候 简直帅多了又没有 很多网友和粉丝 看到张根硕爆瘦之后 纷纷留言夸载他 现在非常的帅气 还劝他要多吃一点 现在太瘦了 后来的粉丝见面会上 依然有粉丝喜欢着他 张根硕很欣慰 开心的笑弯了腰 他以为现在回归 没有粉丝会喜欢他了 没有想到 粉丝还是热情的高喊 想让他唱以前的歌 他有点受宠若惊 敞开心扉聊了许久 想过他这几年的感受与经历 纵使年少 意气风发 不肯妥协 已逆江湖七载鱼 再次站到台上 他还是说 我爱你们 虽然如今韩瑜圈 他再也无法重现当年的辉煌 但属于张根硕的青春记忆还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